好 让我们请到的是 许佳琪 欢迎 欢迎Kiki 来 我们先来扳脚啊 好 这是年度最具突破歌手 来 我们拍照啊 好 来 来 请我们的工作人帮你收一下 哎呀 希望祝明天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很开心在这个我生日的时候 能来到东方风云榜 很特别 今天怎么样 感觉如何 今天也是带着一首 Tame Me 它是讲述爱的歌曲 然后希望能把这份爱的快乐 能传递给大家这份能量 对 而且 其实来东方风云榜很多次了 是的 对不对 但这次其实是我第一 算是第一次 个人的 对 之前有团体 包括group 然后这次终于solo了 感觉怎么样 感觉有一种 因为跟我今天的这份荣誉 是最具突破嘛 然后感觉在自己人生舞台上 突破了一下 是 其实蛮忙的 因为要表演 然后同时其实 发歌这个事情也没有间断 嗯 对的 同时有在新的领域 有想说再有一些新的突破吗 嗯 当然会有 然后像明天因为我生日嘛 也会发这两者平衡的 就是影视上的一首歌曲 OST 算是角色的 啊 角色曲 对 哇 可以小小透露 大概是什么风格 比较摇滚的国风 哦 摇滚的国风 对 好 可以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 嗯 那除了明天会有 其实算是一个生日礼物 对 这样的一个作品之外 那接下来呢 有什么样的 大概的一些工作的规划 接下来的话可能 因为刚刚在歌曲上面 有了一小小的突破 那接下来就会在影视上 也来一点突破 嗯 诶 那这个问题我们一般 都会要问演员朋友 就是请问 目前还没有演过的 但是还挺想试试看的 嗯 角色的类型 因为我个人平日里 喜欢看悬疑题材的 然后希望未来可以在悬疑 呃 这种生活化一点 生活化一点 莫非是课哪里的 黑小黑人 期待一下 对的 我也 好的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 接下来的Kiki的突破 好的 好的 那 预祝生日快乐 好 谢谢 谢谢 很开心 好 谢谢光临 谢谢 稍事休息 对的 谢谢大家